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为拜登人气以及他在民主党当中突出地位的体现 一凡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 是的 是这样啊 正如你所说 这个拜登呢他是4月25号宣布要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学 这个消息呢其实大家不说期待吧 至少是等待了很久 那有喜欢他的人就有不喜欢他的人嘛 所以不能说每个人都是期待的 但是呢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拜登很可能他是要出山参选的 他不管是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他都曾经就是透露过他想出来的念头 有的时候他会说啊 我只是 我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我要选 我指的是就是要选的人当中怎么怎么样 但是大家不管 大家都觉得拜登肯定是要出来参选的 其实他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呢 呼吁他出山的这个呼声就很高 但是呢当时是他的大儿子 也是被他视为见班人的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男子 他的大儿子当时是患脑癌去世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至少 所以他没有出山 所以这个2020年大家可以说是从上次大选以后 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个结果 然后呢他4月25号宣布他要出山大选 其实呢在他出山之前有很多的担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担心就是 其实民主党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气之心了 像这个Bornay Sanders 他2016年用特朗普的话来说 是因为操作民主党内部高层的这个操作 败给了希拉里克里顿 其实支持他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他的筹款能力是很强的 然后德州的这个议员呢 这个贝托欧洛克呢 贝托欧洛克呢 他的筹款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这两个人他们在宣布参选的 头24个小时呢 是分别筹集了590万美元和610万美元 那特朗普就更不一样 不用说了 他在共和党那边那简直就是一计绝成 所以大家都觉得跟他们相比呢 拜登在这个筹款方面可能没有什么优势了 那从民主党内部来说呢 那也许捐钱给那个波内桑德斯 比如说哈 作为波内桑德斯这个支持人 他可能就不会再去支持拜登了 但没想到呢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哈 这个拜登确实还是人气非常的高涨 在民主党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他在24小时内呢 是超过了之前两个排名最高的人 民主党之前排名最高的人 一个是这个欧洛克 一个是桑德斯哈 他筹了630万美元 那这个24小时筹款的能力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就反映了他总体的筹款能力 和他的人气哈 所以拜登这个出山可以说是 头一炮打的是很小 那么在拜登之前呢 已经有很多的民主党人宣布 参加2020的大选 一凡您觉得这个拜登的参选 是否会加剧本来就十分严重的 民主党的内耗 因为很多选民当百钱投给拜登的时候 就不一定再投给别的人 当然就刚才你也讲过 说投给桑德斯的人不一定投给拜登 但是民主党他涌现出的这些参选人越多 是不是他们党内的竞争就越激烈 是这样的 拜登他宣布参选的时候 已经是民主党内的第20个参选的人了 他之所以宣布的这么晚呢 其实有的人说是因为他等得起 因为他毕竟是当了八年的这个副总统 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 所以他这个名气和人气都是在的 而且也有一些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政治光环 第一位黑人总统 很多人都在怀念奥巴马时代 在当政以后 这个怀念对不对 我们这个个人先不带评论 只能说呢 就是确实奥巴马的很多政治光环 也会影响到拜登 就是为拜登集聚人气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拜登他是等得起 所以他参选的时候已经是第20个了 那你说的对 那是20个参选人相比 和19个参选人相比 那肯定是令这个民主党 本来就很拥挤的这个初选赛道 就更加拥挤了 但是呢也不能说 就是说拜登这样就 就是加剧竞争有 不能用加剧竞争这个词 就完全用加剧竞争来形容 这个拜登参选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他原本就是一个种子选手 就是说他在参选之前 大家都知道他在参选 就是他参选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 就是包括其他人在参选的时候呢 也是把拜登就是已经算在内的 就是其他的民主党的人气选手 他们也是知道拜登他大概率 或者说绝大概率是会参加竞选的 所以说呢大家都是有意料到这一点 之前拜登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就所谓不妥当行为 这么个事情哈 就是有一些女性就是陆续起来指责 这个拜登他对女性的这个亲密 有一些不合时宜 虽然他们也说可能和性是没有关系的 并不算是性骚扰 但是呢就是让他们感到了不舒服 有这么一件事 那个时候呢 拜登要参选这件事情 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那个时候他没有参加宣布竞选 那有人就猜测 那拜登一直都没有宣布要参加竞选 那这个时候又遭遇了 现在你看因为me too运动兴起啊等等 这个他这个指控 这些女性的指控 其实还是挺严重的一件事情 虽然他们说不算性骚扰哈 但还是挺严重的一个事情 会损害拜登的形象 那拜登会不会不参选呢 有这样的一些猜测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个布鲁国格 就是那个著名的纽约的企业家 曾经也当过纽约市长的 大家一直觉得他应该参选 他是蛮早就宣布不参选了 他说我参选会加剧民主党的内耗嘛 就可能 因为他是对特朗普一直很不满 他说那打败特朗普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所以我决定不参选了 但在那个时候 拜登参选受到很大冲击的时候 布鲁国格就说 那我有可能参选 如果拜登不参选的话 我有可能参选 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拜登最终还是决定参选 那布鲁国格也就决定不选了 所以说啊 绝大部分人是知道 拜登是一定会选的 那有些人也是根据拜登选或不选 来衡量自己要不要宣布参选的 所以呢 拜登呢 他作为第二十个参选人 可以说 基本上也就算是这个民主党初选的 这个最终一个参选人了 可以说这个民主党这个初选的号角 是正式吹响 拜登呢 是从1973年开始担任美国历史上第五年轻的参议员 到如今成为历史上年纪第二大的总统参选人 拜登也是有着长长的政治履历 这个呢 也既是他的优势 比如像他有丰富的经验呢 多方面的成绩等等啊 这是一个亮点 但是另一方面 数十年的政治生涯当中 难免也会存在着一些错误或者是争议 一凡您觉得这些优势会不会成为拜登的包袱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 这个得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呢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他73年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五年轻的参议员 到现在这已经是40多年 快50年了 这个等于是50年的这个从政经历 因为他在当选参议员之前 也还有别的从政经历 50年的这个从政经历 我们就不得不跟现在的现任的总统 我们特朗普做对比 当时特朗普不管是参选 还是已经当选 还是上任的时候 还是他当总统这个期间 大家一直都说 这个特朗普没有政治经验 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来说 这其实也是特朗普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是没有政治包袱的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确实做了一些出乎意料 但是效果还不错的事情 比如说经济发展等等这些方面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 和他成为鲜明对比的这个拜登呢 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然后他有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个政治资源 可以为他所用 如果他真的成为总统 我们假设的话 他绝对不会像特朗普这样 总统都当了两三年了 还有很多重要的内阁职位 还没有被填补 特朗普是真的找不着人 但是拜登他不会 他50年的从政经历 他有很多的人可以去填补这个空缺 但是呢 从另外一方面讲 辩证的看哈这个优势 像你说的确实是可能成为包袱 一方面来说 他确实可能做过了一些错事 他即使道歉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错误已经筑成了 那大家就会回忆起来 然后拿这件事情去攻击他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不管是总统还是议员吧 总统大选就更为明显 这个就是抓住一个 这个参选人的错误去攻击他 然后说他以前犯过什么错误 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去攻击他 这个事情是太常见了 而且是真的是 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翻得出来 这就对于拜登来 拜登他又是从政 很多事情他是明着做的是很明显的 那对攻击他的这个点就很多 那另一方面呢 50年的从政经验啊 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 不管是这个民主党的主流思想也好 还是比如说这个社会上 很简单吧 对同性恋爱 或者对什么东西的看法也好 对很多议题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那拜登以前他所做的事情 也许那以前算是对的 那现在看就是错了 这也可能作为他的攻击他的点 虽然其实我们从理智上想按逻辑来说 这不该不该以这种事情来攻击他 那以前我们要知道以前人的那个思想的水平 或者说以前的那个观点可能和现在不一样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以前的人 但是美国现在这个身份政治裹挟一切 这个社会分裂非常的严重 那乔治华盛顿 美国的这个开国总统 他也被谴责说 那你怎么续奴呢 这说明你是不是一个不满文美的总统 你这个民主思想是有问题的 这样都能被指责 那拜登他因为以前的思想的局限 或者以前思想跟现在不一样做的错事 所谓的错事 好我们打上引号 那受到这个谴责也是有可能的 那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1994年的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 是拜登他协助起草的 这个法案后来是招致了广泛的批评 因为他招致了大规模的监禁 然后伊拉克战争授权问题上 当时的参议员拜登是投了赞成票的 然后他事后道歉了多少次 说这是我最错误的一个投票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还是可以用来攻击他 那罗斯福时代就生效的一个叫 格拉斯斯蒂尔法案 是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 就是防止这个经济危机的 它保持了60年的金融稳定 可是克林顿时期呢 这个法案被废除了 后来呢也是导致了2008年 金融危机爆发重要因素之一 当时呢拜登也是参议员 他也是对废除这个法案投赞成票的 那还有申育权的选择问题啊 拜登他在50年的从政经历里 他是这个反复不常 然后现在这个托马斯大法官哈 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 他就任最高法官的提名听证会上呢 有女性指控他这个性骚扰 当时那个女性是在听证会上 是受到了羞辱哈 被追问各种细节 当时呢这个提名听证会的主席就是拜登 但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向他道歉过 那还有更早呢1987年的时候竞选总统的时候呢 这个拜登还扒过演讲稿抄袭的这个丑闻哈 所以这个50年的从政经历就是可以攻击的地方太多了 何况他还当了8年的副总统 我刚才说到很多人喜欢奥巴马 但有很多人对奥巴马不满 或者说讨厌奥巴马啊 那奥巴马的这些事情也可能会被算在拜登的账上 所以就是在这50年给他的包袱也是很不少的 刚才你也讲到了说这个拜登宣布参选之后呢 一天内就筹集到了630万元 虽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拜登的这个筹钱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很大的一个角度呢 这个630万元的来源也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 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你这个630万元 是几个非常富有的公司捐献给你的 那他可能就会代表着这几个大公司的利益 因为他上去之后要替这几个公司说话的嘛 那如果说你这630万元是普通的老百姓 就10块20块的捐上去的 那他上去之后自然也要对老百姓负责 所以说像拜登他就是支持率特别高的这种情况下 就他一站出来宣布就特别快的 有特别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 实际他上台了之后也很有可能会站在支持他的 这一个群体的立场上替他们去说话谋利益对吗 那当然是的 但是像你说的大公司就是富有几个大公司捐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就是24小时之内 就是他刚刚参与这24小时之内 基本上像你说的是5块10块20块这样捐上去的 因为公司它是不可以直接向总统竞选阵营 大量捐款的 除非那种超级委员会 但超级委员会它是会到最后看风向再捐的 它不会在头24小时内捐 所以这头24小时之内 其实看的就是人气的风向标 就是说看的是普通老百姓对它的支持率 看的是普通民众的支持 没错 拜登他强调的是美国是一种理想 强调捍卫美国的灵魂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一凡你觉得像拜登这种比较高端的路线 在特朗普面前是有竞争力吗 一方面来说从表面上来看 我觉得还是有竞争力的 因为他所强调的美国是一种灵魂 其实就每一个参选人他在参选的时候怎么参选 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考量 是有一个团队经过了很多私下里的这些民调 给他选择了一个路线 所以他之所以选择这个路线是有他的原因的 就是特朗普他的一些政绩 他成为总统两三年以来 一些政绩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比如说任命大法官 然后税务改革 这个减税 然后包括加强执法 然后精简一些联邦的规定 尤其是经济发展 这个政绩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也是现任总统争取连任 对于这些他不是现任总统的人 想去参选 想去打赢他的 相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个最大的优势 因为我有很多时级可以拿出来跟你说 那怎么去打败他这个时级呢 那特朗普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看上去非常的不靠谱 即使他成功了很多的政绩 他和就是之前的这个政客相比 他不管是做事也好 还是就是一些语言上面的表达也好 他就显得好像很低级很low 就是没有就不像一个就是政客 或者说一个总统的样子 然后呢就是他上任以来 也确实主观的也好 客观的也好 也加剧了这个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不管是这个党派方面也好 不管是这个种族方面也好 这都不是由他而起 但是他的这个一些说话 就是不够圆融啊等等 包括一些比较严格执法的这些 就是措施也好 是加剧了这个对立和分裂的 所以呢 尤其是民主党这种讲究政治正确的 这个政党 他是非常容易从这个方面来攻击特朗普的 就是说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你这个说法是对某些群体是一种歧视 你那个说法呢 他是对于就是某一个群体 某一个族裔或者某一个问题来说 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这些问题呢 就是民主党很容易去攻击他的一点 所以呢 这个拜登他出山的时候 说要寻找灵魂 他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在执政的这两三年呢 事实上美国是丢失了灵魂 所以他确实是精准的选择了这一点 就是特朗普特别欠缺的这一点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拜登他在民主党当中 他是不属于进步派的 他是属于民主党中间的这个保守派 比较温和比较温和派 可以说是民主党中间的这个建制派 所以他所吸引的这个人呢 就是可能年轻人比较少 可能这个比较成熟的人比较多 然后中产阶级比较多 因为这个立场比较比较这个中立嘛 大家就是可以想到 就是一般来说年轻人 或者是那个非常非常那个 就是贫困性 非常非常以下的人或等等 他可能会更加进步主义一点 然后思想会更加偏激一点 但是呢比如说有了一定自己的产业的 这些中产阶级 然后比较成熟的人呢 他可能这个立场会偏于温和 在这中间呢 包括特朗普他在宾州开始 他的这个竞选之路 可以看到拜登呢 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选民 基本盘在哪里 所以他是想从这些温和派的人 中立的人 理性的人中间来争取他的选票呢 那这一部分选票呢 很可能就和特朗普他重点 也想争取的这个选票 这个中产阶级就重合了 那支持特朗普的 大家都知道这些中西部的 这些被技术抛弃的人啊 他们反对这个全球化 然后觉得气候变化是一个谎言啊 等等这些人 他们就是这个受教育程度 比较低的白人啊之类的 也是非常多的 不能说全部 当然不是全部啊 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 也是各式各样 但是像这样的人呢 也是有一些 但是还有一些呢 就是特朗普着重争取的 这个中产阶级 他一直说 我的减税就是为了中产阶级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想争取这部分选民 想让这部分选民 哪怕像2016年很多人 他表面上不好意思 他投给特朗普 但是最后他票是投给特朗普的 他觉得特朗普的这个思想呢 是这个发展经济啊等等 是不要让别的国家 占美国的便宜啊 是会有利于他自己实际生活的 所以呢 就是拜登他想争取的选民 和特朗普他想争取的选民 可能是有一定重合的 那对于这部分选民来说呢 那特朗普已经取得的实实在在的经济阵级 可能就更有吸引力 那相反 拜登他所谓的灵魂啊 美国的国际地位啊 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过于虚无缥缈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就在拜登宣布参选后不久呢 像美国的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就说了 这位总统大选热门的候选人 自从2008年参加总统大选开始 容貌就有了显著的变化 那整容医生们呢都相信啊 这位美国的前总统啊 前副总统满头的银发 平滑的额头 咧嘴大笑时露出的整齐结败的牙齿 都是整容和其他的微整形的效果 一凡您觉得在大选当中一个比较好的外表会在大选当中加分吗 会吧 因为大家知道这还挺有意思 然后克林顿就是就当时大家都说他选长是一位帅嘛 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 但是这确实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年龄问题 拜登已经76岁了 但是这也不明显 桑德斯77了 然后这个特朗普也不年轻 特朗普73了 所以这真的是一场老人之争 那现在的民调排在前三位的就两个党派 就不是说哪一个政党 两个党派 这个特朗普 然后拜登 然后桑德斯这三个人是领跑的 那每个人都70岁以上 所以拜登其实年纪是真的很大 但是他在这次的竞选中 对 他完全不显眼 但是他当然还是想尽量显得年轻一点 所以像你说的肯定有些整容 这个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桑德斯可能没有整容 跟他的样子好像没有 实际上你发没发现 美国就比较经常在电视当中出现的这些画面 这些领导人 就比较主要的这些领导人 形象都是不错的 对 他个人魅力是非常加分的一个像 所以可能也是他们选择整容的一个原因 那伯尼桑德斯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一直都在竞选的总统 2016年桑德斯在初选当中输给了希拉里 但是比分比预想的更加的接近 那么在那之后 桑德斯保持了他庞大的草根组织的活跃 确保所有人都知道 他还没有结束这场国家政治 那根据媒体报道 说根据最新的权力排名 说截至今日 桑德斯是民主党2020年参选人当中 最具实力的一个 一帆您觉得是这样吗 实力你要从经济 从筹款方面看 他现在应该是领跑吧 他头24小时筹集了610万 那比拜登630万只少一点点 但是他2016年大选的时候还剩很多钱 然后之前竞选Volmont的参议员 他还有一些钱 这些都是可以用于他竞选总统的 所以他的经济实力是很厉害的 然后他吸引年轻选民也很厉害 因为他竞选的时候 他是非常吸引人的 很新鲜的一些 有人把他称作为社会主义 他是很进步的一些思想 特别吸引年轻人 然后他又后来爆出的这个邮件门 又有这个民主党高层操作的成分 让希拉里打赢了他 所以他有这个涉害人的形象 所以就是说从各个方面来说 他确实现在很领跑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立场确实又是相对拜登来说 又是比较偏激一些的 拜登比较温和 那么在2016年的桑德斯被曝 因为遭到了党内的运作落选了 也为民主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上周的周六 特朗普呢也是就是重提 说民主党可能会再次的 试图操纵总统的初选 一般您觉得民主党会 再次的做这样的事吗 这个我不敢说 只能说他们如果做的话 可能会做得更加隐秘吧 因为上次 上次2016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令他们名誉草地 最后也是输给 尤其这个邮件门爆出来的时间 很接近于投票 所以是他们10月惊奇 11月就投票了 10月惊奇连连 所以是最后输给特朗普上 特朗普做了一批巨大的黑马 杀出重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民主党还敢不敢顶峰作案呢 这个很难说 反正只能说如果做 他们会做得更加隐秘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被吓退一些吧 但是政治的事情谁都说不准 但如果说的话 他们要是再次的搞一出这样的闹剧的话 那可能在接下来的话 这个民主党那个名誉 在上一次就已经名誉草地了 那这一次干脆就很难 很难的再让人相信你了 就是如果说他要再这样做的话 对啊 他又是这么一个政治正确的党 对很容易说自己就是一种很博爱 很很很很就强调自己的民主 做的是多么的好 然后去谴责这个特朗普的什么 刑部证对他进行各种调查什么的 如果自己再报瞬间这样的事情 确实很严重 不过特朗普他特意提起这件事 也是挺好玩的 就显然是非常明显的 在十一出离间计也是挺有意思 对他就是攻击民主党的内部 因为他现在候选人当中比较多嘛 而且彼此之间的话 也肯定会互接伤疤的嘛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互相指责对方的指责 在他党内初选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问题的嘛 对所以说这个民主党 他最后代表民主党出战的人 应该是已经伤痕累累了 就是就像2016年的共和党一样 那时候2016年的民主党 是只有桑德斯和这个希拉里两个人 可是共和党方面有十好几个人 然后大家也是吵来吵去 这个在初选当中 每个人都被骂得很惨嘛 所以就是哪边候选人 参选人多 哪边竞争激烈 可能最后代表出战的时候 就蛮惨的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 好的谢谢伊凡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接见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伟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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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